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俄国文学家果歌里的作品 善于描述一些身份卑微 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小人物 他的作品在台湾当下的时空来看 令人格外有感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樱桃园的总编辑邱光 为我们导读果歌里的作品 外套与彼得堡故事 邱光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很高兴邀请你来 帮我们导读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篇故事 它有些是好笑的 有些是很荒谬的 有些是其实你看完了 笑完了之后会有一点淡淡的哀伤的 替他感到同情的 我们先来谈第一篇好了 涅瓦大道 他形容涅瓦大道是一个 整个圣彼得堡最灿烂辉煌的地方 是代表这个国家的首都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涅瓦大道 好 果歌里我想台湾读者可能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它的背景是在19世纪初 大概就是1830年代左右 他开始创作这一系列的彼得堡故事 那他也是刚来彼得堡没多久 然后求职不顺 然后开始写文章 慢慢地写完之后 受了掌视 然后慢慢出名了 所以他这本彼得堡故事里面的故事呢 有很多都是在这个 他在彼得堡首都 他一个外地人 他从乌克兰乡下来到 当时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堡 一个心路历程 那彼得堡这是一个象征 它是什么样的象征 它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 盖的一个非常西化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他为旧的俄罗斯 打开了一个窗口 一个眼睛 看到西方去 整个一个俄国 从旧到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彼得堡就象征了 这一切的繁华 美好 通向西方这条路 那这个第一篇故事 叫《涅瓦大道士》 彼得堡最漂亮的一条街 所有重要的建筑 都安排在这条大街上 就是通往主要的东宫 就是当时的皇宫 还有一些政府的 行政单位的主要的道路 所以小说里面描写的 一些人事物 都集合在这个《涅瓦大道士》上 《果戈里》 他用一个城市来代表什么 来代表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的意志力 他是一个强人的意志 他打败了北方的瑞典强权 然后盖了这个首都 来落实在这个 他在这个芬兰湾的一个出海口 一个烂泥巴地上 他可以在烂泥巴里面 开出一朵漂亮的城市之花 这你可以看到一个强权的形象出现了 但是《果戈里》要描写的是什么 它不是这个表面的强盛 它还要描写这个城市的角落 阴暗的角落 所以这个主要点心就是小人物 《涅瓦大道》在这整本《外套》这本书里面 它开了一个很棒的头 它虽然讲了一个非常繁华 很棒的城市的最棒的一条街道 可是它描述了一个小艺术家 穷困艺术家的悲惨遭遇 这两个小人物是什么 一个是穷画家 一个是低阶的军官 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在《涅瓦大道》上散步 看女孩子 这是品评 品头论足 然后看到喜欢的 那个军官就跟他说 你怎么不去追他呢 你既然喜欢的话 他跟那个穷艺术家说 对 他就跟穷艺术家说 你喜欢的话去追他 结果就去追了 所以这两个人 都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人物 但是他是不同的性格 一个代表穷艺术家 是代表一个精神世界 他描写彼得堡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部分的人 他非常渴求精神 活在精神世界 非常崇高的精神世界 他是一个画家 他虽然穷 但是他有崇高的理想 那另外一个军官 他是一个比较物质的世界 他很喜欢女孩子 喜欢酒 喜欢抽烟斗 喜欢谈一些 跟大家报纸上经常谈论到的 一些风流运势之类的 所以他用这两个人物 把整个彼得堡的人物 盖瓜起来的 这两个人物代表精神跟物质 他们在彼得堡是怎么样过生活呢 是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他怎么去描写这个穷军官的遭遇 对 我们先来谈一谈那个 穷艺术家的遭遇好不好 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漂亮的女生 代表精神世界这个是穷画家 对 他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女孩子 然后他就充满了自己的想象 他就以为他是非常高贵的一个女孩子 看他打扮 他有气质 他就有这样的想象 那军官就说 他其实是个卖身的妓女在街上 然后那个穷画家就很不以为来 你看他穿着这样 打扮这样 他的气质不可能的 对 他跟军官的看法不一样 那军官就说 你去追他看看 那穷画家就一路跟他 一路上他战战兢兢 他其实也是充满了想象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这个女孩子认识 而且偷偷地跟在人家后面 也觉得这是蛮失礼的 对 但是他偶尔又看到 这个女孩子好像回眸一瞥 那个眼神好像充满了吸引力 好像在暗示他什么 好像对他有一点意思的感觉 这是他自己的想象呢 还是那个女孩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眼神 那总归就是他有这样的想象继续跟 结果跟到最后到了女孩家 一开门 哇 更多女孩子 原来是一个妓冤 是 他的女神其实是一位神女 对 他不是女神而是神女 结果呢 他非常失望 没想到那个军官说的变成了事实 是真的 对 回家之后呢 很懊恼 他没有办法抿平内心的那种 那种欲望跟现实的冲突 他的精神世界跟外在的那种物质世界是冲突了 对 他没有办法压抑住这种情绪 所以就不断地做梦 开始梦到 可能这个女孩子有苦衷 对 他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才被推入火坑的 如果我去救这个女孩子会怎么样呢 如果她有苦衷 她是不得已才进去 那我把她救出来 让她重返人间 把一个瑰宝重新还给人世间 那不是好事一件吗 然后她同时又能够当我女朋友 那不是美上加美吗 她就怀着这个念头去找那女孩子 一开门 女孩子就开始很 说一些那个 不是很得体的话 说睡到这么晚了 晚上要喝醉酒了怎么样 她就想说 天啊 要是你是一个哑巴该多好 她是怀一个崇高的心去找她 想要去拯救她 要说大道理 她是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崇高的心理来 想要去拯救她 结果被嘲笑 被调侃 她完全崩溃了 她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里面 回家之后呢 她就自杀了 她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要一件新的外套 因为彼得宝非常冷 它里面怎么描写说 在彼得宝所有年轻400卢布左右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我们北国的寒冬 我们刚刚的聂瓦大道讲了一个很卑微的穷画家的故事 但其实谷歌里真的非常擅长于描述这些卑微小人物的故事 外套这篇文章 它是讲俄国很冷 这个小文官一生梦想就是换一件漂亮的外套 对 外套的主角是一个九等文官 就是当时的一个职位非常小的一个官员 他活在这个彼得宝 就是对比彼得宝这个伟大 他是一个伟大的都市 一个伟大的沙皇 建立这个伟大的城市 这个伟大的城市里面 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去看阴暗的角落 有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但谷歌里对这个阴暗的角落特别感兴趣 他从外部的华丽描写到角落的阴暗 所以这个小人物小官员 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过着非常谦卑 他是个性非常的谦卑内向 他的名字叫做阿卡基 阿卡基的围棋 阿卡基希腊文是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意思 那阿卡基在俄文听起来又很像粪便的谐音 就是童言小孩子说话 说这个就是一个粪便的谐音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两种形象 这个是他是一个本质上很忠厚老实的人 然后他的名字又赋予他一个被嘲笑的一个形象 他会被欺压的 被践踏的 好像很脏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的名字 谷歌里很喜欢在人名上赋予一个人的形象 他的很多小说都是这样的 他是做什么工作 做抄写员 因为他觉得抄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他描写他怎么美好呢 他在阿卡基在写某某一个字母的时候 那个字母这样勾上去 他就会会心一笑 你可以想象 他对这个字母充满了爱恋 他看到自己写的勾上来 他自己会会心一笑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物的性格是 多么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面 但是他的遭遇又非常令人可怜 他在公司里面都被人家欺负 对 名字又不说了 他常常还会被同事说 传言说 这个人这个阿卡基跟其他的某某老太太有什么绯闻 言语的霸凌 对 然后也会洒花到他头上 这种类似肢体的霸凌 近乎 那各式各样的都会欺负他 那最后阿卡基就会忍不住 就会说你们干嘛欺负我呢 我又没有怎么样 大多数人都不在意 过一阵子又继续欺负他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物的形象 在整个彼得堡是非常多的 只是从前是没有人会去在意的 以前的作家作品 我们是比较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么渺小的人物 那当然从普希经开始有 那果格里是写得更丰富了 他写的层次更丰富了 那这样一个人物 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要一件新的外套 因为彼得堡非常冷 他里面怎么描写说 在彼得堡所有年轻四百卢布左右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我们北国的寒冬 就是寒冷的天气 就是这个小人物 穷苦人最大的敌人 因为他的外套已经穿得都破了 会透风 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地过正常的生活 这时候他就想说 我要怎么去努力赚钱 因为平常领的死薪水 他没有办法赚钱 他就想说 我要缩一结死 对 他走路开始踮脚走路 为什么 因为他怕鞋底会磨破 加速他的磨损 对 加速磨损 因为他一年要换几个鞋底 要用多少维修鞋底的钱 他都算得很清楚 然后吃东西可以少吃一点 他晚上会饿到快要昏倒 但是他还是要节省钱 对 可以去买一件外套 对 他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他终于而且额外领到一份年节礼金 对 他的老板多给了他一点钱 非常令他意外 所以他可以加速地去定做一件新的外套 他怎么形容他的外套还蛮有趣 对 他说仿佛娶了妻子 对 仿佛身边多了一个人 不再是截然一身 而是有一个人可以为伴侣的 愿意跟他携手一辈子 他这样形容他的外套 就是他把他女人化了 是 他穿了第一天 外面很黑 他走过一个广场的时候 遇到强盗 把他抢走了 然后他就很冷 就求救无门 走了一段路才遇到警察 然后警察也没有办法帮他 隔天他回到家里面 隔天他才去找警察 找警察 警察也没办法帮 警察局也没办法帮 追查他的外套 对 结果有人建议他要去找谁呢 要去找一个有利人士 一个大人物 才可以确实找回我的外套 那大人物就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 那个不信任我们的政府的体制呢 你应该一层一层回报呢 不可以直接跟我报告 然后就把他骂了一顿 回去之后这个人又一样很抑郁 回去之后呢 他就一语中了 没有想到一个一顿骂 可以把人吓到这种程度 一个小官 他早上起来发现鼻子不见了 他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他就到街上四处去寻找 结果在街上看到 那个不是我的鼻子吗 他怎么会走路 好像人一样 而且还去教堂 那我们先谈一下果格力 他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 这样的一个人的遭遇 因为他自己就做过 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在彼得堡最早 他就是想要去彼得堡当官的 因为他早年 那时候念那个贵族中学 一毕业就是要准备 去政府官员做官的 一毕业大概就是十等九等的官职 所以他带着这样的想象 期望去彼得堡首都 想要谋个职位 但是都找不到好的工作 最后只找到一个月 三十卢布的工作 就很低阶了 你想想看 他刚刚说一年四百卢布 那就是他自己的工作 是非常心酸的一个工作 那他自己就经历过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对这样的一个 小官员的职位 非常的能够掌握 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理念 他一个穷困 他怀有很高 崇高的一个理想 他也想要创作 想要写作 他想要学画画 那果格里自己就在 这一段时间有学画画 他在那个彼得堡求职的时候 自己也去学画画 还去应征剧院的演员 没有被录取 没有被录取 对 果格里因为从小 在家里 他父亲就是一个业余诗人 然后有在剧场工作 也有写过戏剧剧本 其实从小就很喜欢演戏 看起 所以他也有去剧院应征 所以他非常喜欢艺术文化 是 那最后呢 他的小说慢慢地比较出名了 他慢慢地有一点名气 所以他才走出了一条路 他就辞掉工作去做专职的作家 当时的俄国应该是一个文官制度 非常僵固 你不太可能借由晋升 改变你的阶级的吗 对 他写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背后 想要你说什么呢 是一个很悲悯的态度吗 对于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悲悯的态度 是 他在描写这整个社会的冷漠 整个制度的僵化 他升迁也不易 然后他要东西丢了 去想要找回来 也被骂成这样子 最后他其实是死了 对 然后后来还是很想要追回他的外套 对 然后整个社会的冷漠 他死了 对 没有什么人去调记 没人在乎 对 然后马上他的那个办公桌就有一个新的小官员 就取代了他 就上来就取代他 故事最后出现了一段谣言 就是某某地方开始出现了有鬼啊 闹鬼 这鬼好像是这个小官员变的 就是阿卡基变的 对 因为为什么 他都在抢人家的外套 这个鬼会在晚上 当你经过的时候会抢你的外套 就还我的外套来吧 对 好像是阿卡基死不瞑目 他的冤魂在彼得堡游荡 对 要抢找回他的外套 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帮他找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城市闹鬼 他好像是要用一种超自然的正义复仇 来弥补这个城市的冷漠的一种心态 那这个城市的人就好像以为 有了这个鬼故事 我们就可以继续冷漠 反正有超自然现象可以帮他复仇 对 所以你看他国歌里写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对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鬼故事 是 他是一个人心里闹鬼的故事 人借由一个虚构的鬼故事 来弥补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你想想看 国歌里这么多篇文章里面 我们看得到 其实你即便把那个地名抹去 或者是说把那个时空抹去 其实依然到现在来看 他跟我们现在的时空仿佛也相去不远 就是一些社会底层很卑微的人 很难以借由阶级流动翻身等等的 他的这个小说的时代性意义是什么呢 小说写的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 在这个当下眼前看到的我们的现实 所以他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延续性 他会穿越时空一样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19世纪其实是一个已经工业化到了某一种程度 他整个社会人口流动都市化 城乡发展慢慢不均了 其实跟我们现在其实是很类似的 其实那时候是刚开始 刚起步而已 但是刚起步的时候 国歌里看到了这些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 这都市化里面人心冷漠的问题 人心欲望没有办法米平的时候 人欲望大到一个程度就会闹鬼 出现鬼 让你去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眼前的世界是很像的 对 其实刚刚抽光讲到一点 我觉得非常有趣 是他的小说里面会有一种奇特的想象力 像是他有一篇其实叫《鼻子》 他讲一个鼻子从他的主人身上跑走了 可是荒谬到这个主人要去找他 然后在路上碰到了这个鼻子 鼻子还不认说我不是你的鼻子 他变成了这个主人又是一个小官 然后鼻子跑到了街上变成一个五等文官 比他还要高阶 这个故事想要说什么 我其实刚刚开始看的时候 感到非常荒谬很好笑 可是看到后来就觉得其实还蛮悲哀的 对 鼻子是国歌里非常特殊的 就是对他自己的所有作品来说也是非常特殊的 他的写法是你一看就觉得很好笑 对 早上起来切开面包发现里面怎么有一个鼻子 他就很恐慌 然后去想要把它丢掉 然后就事情就好像无疾而终 然后接下来小说第二段是一个主角一个小官 他早上起来发现鼻子不见了 他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他就到街上四处去寻找 结果在街上看到那个不是我的鼻子吗 他怎么会走路好像人一样 而且还去教堂 果歌里在写一个人的鼻子 就代表一个人的尊严 一个自尊心 你鼻子丢了 你的自尊丢了 你的想象理想丢了 代表一个人的欲望 跟你的现实冲突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米瓶这个冲突 你的人格就分裂了 你的鼻子分离出去 变成另外一个想象出的人 是 我觉得这是果歌里最荒谬的一个原点在这里 其实他把人的欲望无法满足 造成人格分裂 写出来一个鼻子的这样的故事 好 所以其实邱光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 曾经说过 果歌里的书有三个层次 你会觉得感受到日常的小 再来是讽刺的小 最后是一种很荒谬的小 然后果歌里藉由这几篇文章里面 让我们看到 人性的这么多层次 以及也许在那个时空 跟现在台湾 可以差不多 大家稍微对比一下 也可以发现惊人的事实 今天非常谢谢邱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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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